来跟大家分享7个被动收入的一些项目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你就可以靠这个就是晚上睡觉也可以赚钱 来看一下 1个Blog跟YouTube收益 这个部分大家一定有好奇说 到底他真的可以为你带来收益是多少呢 我在这边也直接揭露 我平均一个月可以赚多少给大家看 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说宝可梦到底可以赚多少 你来看这个就知道了 我现在的频率是一天平均发一篇文章 一个月至少要有30篇的文章产值 所以每天要发一篇哦 如果你可以像我这样做到 然后连续三年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收入 就是这样子 经营部落格要写文章 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但是它的门槛很低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 开一个免费的Blog 你在Google上面也有 你也可以在这个皮克帮都有 都是免费的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写文章了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你可能要经营个三四年 你才有可能去拿到这样子的收益 但是你可以赚到多少呢 这个多少钱 你可以看一下哦 这边有没有 今天我的累计是12.2元 所以我平均一天可以拿到10块美金 10块美金换上成台币是多少 大概就是300元 所以等于是Google每天支付我300元的吃饭钱 那我是不是等于是 吃饭的部分就由这个广告收益了 帮我做支付了 那本月份是295 这代表就是300块美金 我平均一个月的收益 大概就是300美金 也算起来大概9000左右 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子的发文频率 每一天都发一篇文章 然后很努力的去更新自己的旧文 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写新的文章 那么你的每个 每天的文章的点击流量进来 大概是1万 1万左右 那一个月大概有30万嘛 所以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换算下来你可以拿到的收益 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到300美金 也就是9000块台币左右 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YouTube 那YouTube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经营 是比较没有那么认真在经营的 所以我的订阅数5600 也比较少 大概5000多 那5000多一个月可以创造多少营收呢 你们一定很有兴趣吧 我们来看一下 好来下一个 我在YouTube的收益是多少 大家来看一下 来 这边有看到 本月份的预估广告收益是25元 也就是说我一个月 大概就30块美金嘛 所以加上前面的300 就是330 330大概就是1万块 每一个月的被动收入 大概是1万块台币 所以你看我的小资组薪水3万 但是我现在每个月 都可以在额外多拿1万块 这就是我自己经营平台 可以收到的这个费用的部分 好 这边盈利的播放次数 841就是广告观看次数 CPM一次大概是5.48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我每个月的这个收益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说 5月份是24块美金嘛 比较少 但是上个月31有再多一点 那如果你们有抖内的话 好不好 抖内的钱也会灌在这里 所以你看我3月份就是62块 就是那时候可能有抖个50块 或100块吧 那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我到底哪一支影片的广告收益最高 你会发现 哈哈是eToro的介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eToro这一支 就是广告费特别高 可能是因为它就是金融商品 居然是7.12元 你可以从这两块 你就可以去稍微去知道说 你如果要靠这些平台 来自己去营运的话 你是可以靠这个赚钱的 广告收入是可以有的 但是你必须要 很认真认真认真地去经营 而且当你变成习惯之后 那它就会给你带来 被动而远远不绝的收入 这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有人点广告 你就可以赚钱了 是这个样子 好来 再来我来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 第二个被动收入就是 出书的版税 其实它这个书的部分 可不可以赚钱 可以所谓的长尾效应 就是细水长流那一种的 它就不是说 现在出书 然后忽然间大卖 然后你就可以赚很多很多版税 其实很少 因为大家都不爱买书 那个不太景气 所以现在一本书 我可以收到的版税 就是10% 所以你看 这本书360 我卖一本书 我就是收36块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没有办法再更多了 手刷3000本 你就去乘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这本书我写完之后我赚到多少钱 好算一算大概就是接近10万块就是这样子而已 除非它有第二刷第三刷 我才有可能有一些额外的收益 对于一般小资组来说 可不可以出书 如果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那个领域非常的有名气 做出一点名声 那么你是有可能出书的好不好 有出书的话呢 你就有机会可以去赚到这个所谓的额外的书的版税 那么这些东西也有可能成为你这个额外的收益 只要书有一直不断的在卖有有不断的在版那你都可以去持续的收到这个版税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如果大家觉得出实体书困难度太高了那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你的专业知识把它编转整理成电子书 那电子书在网路上面其实也是可以进行贩卖的部分 那相关的状况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还可以再去网路上去做搜寻这样子 第三个线上课程 刚刚有讲到其实现在有蛮多的线上课程是在做这个所谓的收费的部分 我个人不会非常的排斥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时候也会去上线上课程 或者是像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媒体操作的部分或者是社群经营的部分 其实都是自己在那边摸索 那我之前跟冒牌生老师去学习这个所谓的社群经营跟管理 我大概花在这个老师身上就至少三万块以上 所以这个钱其实我觉得不低 那但是我这两个月我的收费非常的多 就是让我可以更有效的去做这个所谓的产品的推广 或者是说让大家跟我做互动更热烈 或者导入这个所谓的机器人来跟大家做这个所谓的回复的部分 我觉得这都是我去学习 我花了这个学费也去学到的东西 大家其实也可以在线上课程里面去学习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只要你觉得这东西是值得的 你就可以花钱去学习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大家不要吝啬去学习知识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将来是有帮助的 这也是你们如果想要做额外的副业收入 其实线上的平台是有可能可以做的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的话来跟大家分享 第四个是付费订阅 就是我这边下面写到Press Play 有没有 我现在的Press Play 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我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目前有27个订阅 每个月收入大概是6000 所以刚刚已经有算了 每个月收入有1万块钱 然后再加这个是不是1万6了 所以我的薪水3万块的情况之下 我已经有额外再多赚我自己薪水的一半了 所以这样算一算可能就4万多了 所以你不要觉得怀疑说 为什么宝可梦可以存那么多钱 因为我当然有额外赚取额外的收入 我才有办法再去投资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Press Play也是大家可以去经营的这一块 只是说Press Play 它也是很辛苦 因为你必须要固定不停的去产出内容 像我现在一个月要产七篇 那平均一个礼拜要写两篇 我就觉得压力超大的 因为我自己的Blogger我可以随便写 但是Press Play的文章不可以随便写 尤其是这个金日报跟金钟看 超喜欢转载我的文章的 那个东西是要被全世界的人看到的 那个不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每次压力都超大 好来再来继续往下 第五个被动收入 其实是贩售模板跟LINE贴图 其实我发现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图文作家 他们都会做这个所谓的图片 他们自己做画很可爱的图 像这个所谓的白蓝猫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种额外的收入 就是如果你自己愿意去画图 而且你也愿意就是去推广的话 其实你是有可能可以 从这个所谓的LINE贴图里面 去做这个额外的收入 而且它是一种被动收入 就是你上架之后 人家就会一直买了 好这个钱就会一直一直不断进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贩售模板 如果你是设计师 或者是说你自己很会做一些 呃PowerPoint的模板之类的 或者是像那种AE 好这种所谓Effects 就是所谓的动画的素材的模板 你其实都可以在网路上做贩售 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为你带来 源源不绝而稳定的收入 所以你也可以想一下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把它 做成一组套装的东西 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的话 这东西也可以成为你的被动收入 这部分是蛮重要的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第六个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其实在我们今天的 直播的内容里面 我没有把它占有很大的比重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被动收入 有非常非常多种 那投资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但我觉得投资收益也是大家最容易去做到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现金 然后你自己本身可以一直把钱投进去的话 那么其实你是可以让这个东西 为你滚出越来越多的 这个所谓的利息的部分 所以这个其实被动收入的投资收益 是可以可以做到的 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七个是我自己本身也还在 努力追寻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房地产 房地产比较困难的原因是因为 你必须要有一笔比较大的本钱 比如说你要准备个几百万几千万 你买了这个房子 或者你买了这个楼层之后 你把它进行这个所谓的分租 你都装滑好了 那你每个月就可以靠这个稳定的租金收入 它就会变成是你的被动收入来源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还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再去做经营 所以这一块是我将来想要去学习的部分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个样子 这个房地产门槛最高 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后面 今天的话呢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看我的直播 然后有一些额外的收益 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开始准备你自己的被动收入的计划 好吗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你就是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那如果看我们YouTube的话 就是可以帮我就是旁边的小铃铛 就是开一下订阅一下 好吗 我从来都不会讲这个话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 需要大家帮我冲一下 好不好 就是请你们就是支持一下宝可梦 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给你的亲友 那我们就有机会 我们就是下个礼拜继续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